第二阶段公共政策 来谈台湾的金融改革的 所演化的两个大弊案 我先来介绍三位来宾 第一位大律师王可律师 大家好 第二位财经专家蔡依珍小姐 乌拉哥大家好 第三位前银行经理王华南先生 请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要特别推崇王可律师 今年92岁 没有听错吧 92岁 民国16年就是1927年生 因为今年是李登辉前中96岁生日 92岁 就我所知王律师不是台湾最资深的职业律师 应该是全世界 我还没有听过有92岁出庭律师 而且你看他精神很好 他刚跟我说出庭精神好 看到电视的灯光精神更好 所以等一下他很多论述 我们先来看一段 我们上礼拜对赵峰案做了一个分析以后 这个礼拜有案外案继续发生 我们今天要谈两案 赵峰案以及所演化的案外的南国西案 我们来看最新新闻报导 芭蕾舞者在台上跳起曼妙舞姿 背后华丽的舞台不仅 其实是位在英国的皇家歌剧院 是英国顶级的表演场地 伊丽莎白女王更多次前往看剧 但现在负责建造歌剧院的英国剑商Karillion 却突然传出倒闭消息 当地媒体用大篇幅报导 因为Karillion不仅是英国第二大剑商 更有超过200年历史 全球员工数多达43000人 这么大公司突然倒闭 看称是英国10年来最大的倒闭案件 连台湾的银行也受到搏击 国内银行紧盯着最新状况 就是看准Karillion的老招牌 2016年赵峰银行及华南银行 还有彰化银行 共同参与了Karillion的连带案 总计赵峰银行曝险2.06亿台币 华南银行曝险1.47亿台币 而张银也投入了2.04亿台币 还都是无担保放款 如果因为破产 全全部拿不回来 公股银行光是今年第一季 损失就达到5.5亿元 加入了无担保的放款的这个不无分 可能说是在承受了比较高风险的同时 去追求利润的一种行为 以后我相信在做相关的贷款的时候 可能必须全面来考量 不可以只迷信它是一个老牌子 或者是一个知名的品牌 立委炮火不断 去年庆付连带案 才让公股银行损失149亿元 赵峰银行今年1月 又被美国联准会开罚将近9亿元 现在国际无担保连带案破局 累积庞大的损失金额 不仅可能影响到银行获利 恐怕还得要全民买单 看到这个最新的新闻报导 我只讲一句非常重的话 而且把结论先讲 赵峰金董事长张兆顺先生 你还有脸 还有脸坐下去 这个董事长位置吧 来看 我一定要大声的 为民请命 这是我们的人民的纳税钱 看 美国在华赵峰云 8.57亿 不要忘了去年 5.7亿 你看 赵峰 再度被美中华 请看 而且我来特别引述 这个法务部政事 这个蔡碧中政事说法 如果没有改善 还会继续再华 等一下我会播放他所说的 华到你倒为止 不用美国的纽约金管局 不用美国的联邦金管局 把你说倒闭 一华再华 华到你脱裤子 这是王华人先生说 赎到裤子都没有了 其实我本来是很温厚的人 但他这种弊案 不断发生 当然生气 另外一个大弊案 就是案外所演发的南国西案 来我很快的 因为我们今天要综合谈 南怀景之子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色掏空 南国西先生 十年寒窗一起成名 看到了 看看之前的报导 南国西中气 日气金流 剪不断 理凡乱 这更羞耻了 南怀景之子 是三口主洗钱关键人 南国西先生 好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电子新闻 你看 这是南国西 看看 国学大师 南怀景之子 卷入电讯 偷空 黑帮洗钱案 媒体都报导了 我再讲一次 如果一个所谓的国学大师 教出这种男孩 男孩 通通把南怀景的著作 丢到垃圾桶去了 为什么 教出这种儿子还需要再读吗 就是我的论述 因为王口律师也是 他说 他说他说他是讲假的 我觉得从一点证明 证明不但不是误告 同时应该要把张兆顺 要引渡到美国去受审 什么道理呢 有法律依据的 我们看这个 在这个 所谓 所谓在这个 105年 8月49号 在美国这个DMS 曾经跟他发了 1.85亿 刚才主持人讲了 1.81就是我们 我们台湾的钱 就是57亿 57亿不是一个小数字 普通一般人 就像我吧 再做两辈子 也赚不到57亿 再做三辈子 也赚不到57亿 这个人 他不就得为耻 就得向我们 全国国人的道劝 反而还在外面吹牛 他说 不是他去苦苦哀求的话 那美国发的更多 同时就是一个 交修费的钱 谁为他交修费 他是谁的儿子 什么道理呢 在这个 Consign Order里面 他自己承认 自己承认 怎么一回事呢 他有76个账户 有一把74笔的钱呢 是怀疑啊 美国政府怀疑 它是一个洗钱的钱 就是说不单的 就是洗钱的钱 如果说他 如果说他否认的话 他必须要拿出证据出来 告美国政府 说你乱讲 你发的不对 我应该一块钱不发 可是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不但承认有这个事实 同时还愿意 自愿地来发这个1.8亿 接点呢 我们美国人 有一个美国当事人 叫Brad Kingston 他曾经向这个政府 把这个地监署告诉他 这个是洗钱等等 竟然我们这个地监署 竟然莫名其妙的 糊里糊涂的 又是钱钱捷了 那现在我找了证据 找的是证据出来了 这个新的证据 什么新的证据呢 这个他们曾经啊 在这个董事会 一个金融管理 纪贺师 他查出了一个报告 他说 这个 这个叫赵芬的 独立董事 他在民国105年 8月19号的晚上 在第一次听到 赵芬因本案 采发后 他换句话说 在8月19号的晚上 才知道有采发的一个事实 可是按照我们 大家都知道 我们跟台湾 跟这个纽约 相差12个小时 换句话说 在这个采发 在采发以后以后 12小时以后 这个独立董事 才知道有这件事 所以第一件事 他说 就是听过这个董事会同意的 所以这个总经理 发这个钱 是没有违法的行为 这个老人家 这个检察长要打屁股 这个刑警长要打屁股 他们也搞不清楚 这个实际差异 8月19号 他上午 在美国的上午 决定这个采发的 到我们 在台湾 在业余间才知道 这个采发的行为 这个董事会怎么开了呢 这个董事会如果真的开了的话 也是伟造文书 所以这个一点 我请求我们政府 尤其现在这个孤立兄 他是修法律的 他根本不懂金融 那现在修一修了解 了解本案以后 应该我们派人到美国去 告美国政府 说你这个事不应该发 这才是政治是爱国 我稍微替王律师来补充一下 因为我有访问 法务部政事 蔡壁仲政事 他是行政院洗钱防治中心的主任 他就支持整个我们国内的 反洗钱的一个最高指挥官 我曾经两次在这个节目访问他 他是这样说 为什么北检队召发不起出 是因为游戏规则的问题 那其实北检应该再重新调查 但是洗钱部分 北检还没有调查 在美国 我再强调一次 纽约金管局跟联邦金管局 对赵丰金所做的两次处罚 是针对游戏规则 洗钱程序的规则问题的处罚 洗钱以否还没有调查 我让大家看一次 我第二度访问蔡壁仲政事 他的答案可以致命 请 就在大概一个月前 赵丰金的董事会主动发布新闻说 不排除年底前会被美国军管局再度开划 他们主动宣布了 而且登陆在董事会的会议录机内 这我很想你做一个起钱机制的最高 司令官指挥官怎么看待这个新闻 他们为什么主动发布说我不排除会被载划呢 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本来就有的机制 那这个赵丰在纽约分行他被检查出来的有多少的一些缺失 这些缺失他必须要不是由他自己去找人 他是有纽约那边的金钱单位 他们帮他找人去住在银行里面去解决你的缺失 如果你的缺失没有解决你当然就这部分你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处分 那这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联邦的有关联邦的金钱单位 他也是就他的这个管辖的部分 他还是有可能会 所以请问11月这一次是纽约地方的还是联邦中央的金管局来查 你应该你应该也知道 你一定知道是什么单位 刚胡大哥讲的很可能就是属于另外的一个联邦的 因为已经讲到联邦了 应该就是联邦的单位 就就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这里面的管辖部分细节 我在这里不变强述 但是他很可能就复合性的部分 他们联邦也有他们的职责 郑士文因为我一定要因为我常在哪怕路上散步 或是走路的南下 我说赵峰金的洗钱案到底怎么样 如果我有这个问题问 因为很多人的确问我 因为不可能不了了之 而且赵峰的董事会主动发布新闻说 不排除再次被开拔 哪里有董事会这样主动宣布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 一个正视自己目前的困境 那这种困境 不带 不是有问题 因为不是 这种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受减的单位 我们是被改善的机关 那这个要求我们去改善的 或是我们缩减人家检查的部分 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才满意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管控 那以赵峰来讲 我上次也跟胡大哥来分享 就是说他们就发生这件事情 来就这个金融机构来讲 他们内部光这个所谓的法作人员就 就是研拼了一百五十几个 所以等于对整个体制做一个很深入的一个 检讨 一个改进 那赵峰这个案件 也给我们有关洗钱房治 这一部分的一个警惕 那让我们在洗钱房治的工作的推进里面 也有一个诸多的一个注意 我向观众朋友报告 赵峰金的董事会为了避免 向我们的媒体人来继续讨论 招峰案 于是选择了若干位来控告 我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控告我违报 二 违反银行法 我连赵峰金的一张股票都没有 怎么会违反银行法 后来柯建民总召打电话跟我说 张召论董事长一找他说 在他董事会的强大压力下 主要是劳工工会所派的董事要告我 后大麦造 我今天正式委托王口律师请看 我是告诉人 委托王口律师 刚召召胜 无告跟独职 不可以让你走 我赶紧给你赃口 这是我的决心 你激起我这个绝对的坚强的抑制勇气决心 为什么 个人官司小事 我要查究真相 到底怎么一回事 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开阀 滑到王华南经理说的 赃口 郁珍小姐怎么评述 其实张召顺他真的是该受批评 甚至该下台 最主要是因为在整个赵峰的洗钱案发生 就是纽约的金融服务署NYDFS 用二十几页来对我们开罚 那你要去追究的责任是说 那过去不管是赵峰的董事长 总经理 法尊 或是说谁这个上面该签的名 然后要去负责任的 你其实这些都应该要移送法办 这种移送法办的程序是什么 是因为你的疏失 你的毒职 然后你让国有资产流失 你让全民买单 那因为他不做 所以他把所有的资料封存 然后他也封口 然后要大家就开始把这件事情盖住 就封起来不管了 不谈了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姑息 所以后面我们也陆陆续续看到 其他的公营行库 包括在庆富案里面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说 庆富它就是一个 我们认定它叫炸带 那既然是炸带 那请问九家公营行库 为什么没有一个银行的负责人 或是董事长总经理 或是经手的行员被移送法办 完全没有 蔡庆年她领了超过六千万的薪水 然后安然的下庄 现在还继续领她的优惠存款 继续享受她的退休生活 可是庆富明明是不能带的 然后你带了之后变成呆帐 现在竟然没事 那因为大家都这样 因为兆风这样 所以第一金也这样 所以所有其他公营行库都这样 所以你看到张营的东莞分行 在那个摄影机底下 大家在分钱 那个分钱是说 我带给你 然后你变成呆帐 没关系 反正会全民买单 所以这个叫有样学样 所以像刚刚我们看到英国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无担保贷款 我们一直担心说中国已经有1.7兆的国营航库 就是台湾的公营航库对整个中国的曝险 它是1.7兆 是我们占一年的整个的 就是我们所有的政府总预算 所以他们都要用诉讼来封口 就像胡大哥讲的说张照顺告媒体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在这个在追踪赵峰案里头 追出了一个案外案叫南国西案 因为赵峰有两个案外案 一个是蔡友才的见机案 好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南国西案 第一时间我们讲到南国西案的时候 结果南国西呢 在前年就已经开始提出告诉 应该从去年一路你看 告我然后告胡大哥 然后告新新闻 所有讲的人都告 可是呢 他越告他就是要你封口 让你没办法继续批评他 可是呢 你越这样子做 那个真相越臭不可闻 我给大家看整个南国西案 在我们跟他禅宋的过程当中 然后去月券 去调出南国西 到底在整个金融市场里面 干了多少事情 我给各位看 他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在进行 而且呢 就跟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海外的借款 完全挂账买单 全民买单 有多少全民买单 不只是股民买单 也全民买单 大家看到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 为什么会去追赵峰 因为呢 赵峰投资了跟南国西有关的一家公司 叫宝胜光学 宝胜光学它新贵 所以它有很多的上千个投资人 而且它也跟台湾的银行贷款 那贷款的金额不计其数 好 可是呢 你往上去追的时候才发现说 它的母公司立邦创投 原来是在香港的Asiavest 那Asiavest呢 竟然是帮三口主洗钱 而且是经过东京的法院判决说 这个三口主的钱 就是进到Asiavest的新加坡账户 好 那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账户吗 不只 因为呢 它做了很多这个钱进去 它有很多的管道 要去把它给洗干净 甚至呢 要去骗更多的钱 用这些钱来当本钱 再去骗更多的钱 怎么做呢 它除了在台湾 这个我们当时讲到跟赵峰有关的 赵峰这笔钱 我想问的是 这个公司从新贵到下市 那我想问的是 赵峰在汉峰创投 甚至他自己跟他的借款 是不是也是呆账 是不是也是全民买单 好 那另外呢 在南国西跟这个 宝胜光选的董事长武币佩 就是我们讲的 他是Lawrence Wu 不是Sanson Wu 好 那武币佩跟南国西 甚至还有一个 后来我们讲到在汇丰电信 到NASDAQ挂牌 那是在这个核信超媒之后的第二家 在NASDAQ挂牌的 这个上市台湾的公司 好 那他里头有谁 有泰电 有宏基 这些都有多少台湾的投资人 而且呢 去NASDAQ挂牌 不用跟银行借钱吗 不用这个 去NASDAQ挂牌跟银行借钱 太容易了 那是不是也是一样全民买单 因为呢 这个也是一样叫做 假上市真诈财 这已经是认定的 因为他的负责人 这个李中斌是被判刑 判刑了之后呢 继续出来骗 他现在在骗什么 他现在在搞AR搞VR 因为呢 这个流行 这个好骗 这个更容易印股票换钞票 而且呢 这整个局里面 包括他的最重要的财务长 费南多 费南多是谁 费南多是南国西跟他的妻子 和碧梅共同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呢 竟然是用假的顾问合约 叫做麦哲伦公司 去汇丰电信把钱洗出来 这都是有凭有据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调出来的资料 给各位看的是 这个因为他提告 所以我们就去调很多的原始资料 大家仔细看 南国西在法院怎么讲 他说 对 我是麦哲伦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何必没是我的太太 所以呢 麦哲伦 麦哲伦去了这个 汇丰电信这家公司在干嘛 在洗钱 然后这个费南多是谁 这个费南多后来被通气了 你看到这个是他的这个通气的文件 费南多被通气了 好 因为他在整个这个 汇丰电信案之后被发布通气 那这里头呢 因为这个案子被通气的时候 南国西跟何必没就来作证 好 可是呢 他跟李中斌一样 都另外有出路 为什么 因为他被通气之后呢 他竟然还可以去跟 介入日圣经的建高国际 去当董事 这个建高国际是谁 就是在中国的太子党 帮太子党洗钱 后来呢 在香港的四季酒店被带走的肖建华 肖建华是谁 肖建华本来要吃下将近这个三十亿美元 算起来大概近千亿的南山人寿 那所以呢 肖建华手上为什么有近千亿可以来吃南山人寿 你看这个组织的犯罪行为 就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把它查清楚 没有将他省之以法 没有追究责任 所以他可以一犯再犯 好 观伙朋友会很奇怪说 其实我很少告人 但是如果这是涉及公共危险 公共国家安全的事物 我一定告 我控告张兆春是 我们已经不堪国库继续损失了 一划再划 最后可能是赵峰纽约分行会倒闭 被划到倒闭 第二 我更痛恨三口主 透过像南国西跟三根靖 包括太子党什么肖建华他们 洗钱跟贩毒是一体之两面 为什么要洗钱 因为贩毒 所以今天是把两件案 赵峰案本身 我今天正式宣布 我是公民检局 我跟张兆春先生数无奄远 也没有私人院 但在公民立场控告 张兆春董事长 我要揭发真相 同时 我当然也控告南国西 我来引用这个 今天的最新的电子新闻 请拉近看 国学大师南怀警 资子卷入电信 偷空黑帮洗钱 我解释一下 这是报道 国学大师南怀警 资子南国西 遭名嘴服中信控告 违反洗钱防治法 台北地检属于去年十月六日 今年一月十日 二度传唤南国西倒案 一月十一日 刑事警察局也约谈南国西 同样是希望厘清 日本黑帮三口主的洗钱案 其实这个新闻披露以后 比如几天前 我们在这节目讨论以后 我有在美国的一些朋友 打电话跟我说 胡先生 他也把家里南怀警的书 通通丢到垃圾桶去了 我还原重见 我在办公室 有一套这个差不多 南怀警先生全集 有一天我跟助理说 来跟我搬 搬到后面的垃圾箱去 一起这样丢下去 他说 胡大哥为什么 会交出这种儿子 他的书还值得看吗 当然是啊 丢一次给你们看 走入历史的灰烬 今天王华人兄是 国内唯一的最早的厘清 怎么做外汇存款 那个SOP的规则的人 来针对赵宏案 针对南国西案 请做个讲评 在这个节目开始 有一个这个片头 就是说谈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建商 卡瑞里奘 卡瑞里奘是英国一个很大的建商 没有错 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他的这个债务 是达到16亿英镑 这16亿英镑是短期债务 空面还很多 那么大家奇怪 英国这么大的建商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资金大的缺口 最主要是两点 第一 我们知道英国脱欧以后 很多原来设在伦敦的一些外商的银行 或是企业打算离开 搬到这个欧洲大陆上去 所以他有的是租的 有的是这个买的 还有之前要打算这个扩建的一些建案 好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他有些股东 是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还有这个阿联 他们这个几个国家的一些王子 在那边投资的 好 那我们知道前阵子油价不太好 所以呢 还有什么 还有沙特阿拉伯 新任的这个王子 起来什么 拿这个大刀砍 砍了结果什么 有些资金被抽回来了 因为罚款抽回来 所以在这两个不利的因素之下 造成他资金的短期 后面还有常债 我们不知道 好 那目前我们这个国内三家银行 赵峰 他是带了700万美金 张银他是有英镑算的 500万英镑 华内亚是500万美金 合起来应该是5.5亿多 好 那么赵峰在去年年底呢 已经提了 提一半 所以呢 今年的第一季 还要再提一半 那华盈跟张银还没有提存 那金管卫要求这个 就是说要纠正 所以他们打算呢 在这个三个月后 就是从这个 等于说 4月1号开始 如果他没有办法缴席 或长完美金 这当然不可能的 怎么样 就要连入待畅 所以又造成我们5.5亿 这个最恐怖的就是什么 吴丹堡 那我们了解张银 这三家银行 华银 他们在伦敦 是透过伦敦的分行 带出去的 好 那这个赵峰是主要的主办行 那这两家是参代 参加这个连代 那我们知道 对外国的公司 要做这种无担保的 一定要送回董事会 那董事长总经理 难道你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吗 这个已经带了若干时间 那有人说超过两年 我相信这个恐怕时间更久 所以应该要追究 那我们派去的集合 其实这个已经违反了 这个国内受信 延伸到国外受信的一些准则 为什么 你不可以在国外的这个受信客户 第一次就做无担保 你等于说自己就怎样 一点都没有债权的保障 华南京往那边追问 我想观众最想了解 就像最近赵峰又被划 八点五七 之前划五七 是不是哪怕划两次 赵峰金的内部控制 跟他的一个所谓的法尊 这个运作 根本没有办法运作 还是突脱空 都是假 是我的可以这样直接问吗 不然总是一划再被划呢 还是要划下 你下次想说会划到输到脱裤 对 划到点都抖去 是不是 对 或者这后果 这个就是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谈的 书面有跟你讲 在检查的时候 在检查的时候 你斗不起来 好 哪些法律人员 我们知道 在美国聘一个律师当顾问 那我的亲戚就在这种单位 做过这个 在纽约的外资银行 当这个法律顾问 那我就问他说 那这个价码多少 他就分这个ABC 因为每个人拿到的 这个license的资历不一样 美国他有分级的 那我说C级的 不要讲这个A卡的 A卡那个很贵 他说最少的话 最少的话 应该要12万美金 这是最低的车马费 另外你每次来查案的时候 还要再另外给1万 所以大概一年 大概是差不多16万 一个人的这个 将近500万嘛 对 台币500万 那你要三个 就1500万 好 问题是 他们摆一个在那边 实际上那是挂名的 没有真正来做 所以这个很多 就是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 弄那么多规定 但是你不去遵守 我们的图法在那边 只有那个法律定在那边 好 你有规定 有内规 内规定的时候 你怎么真正去做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这些懂事 尤其读懂 都是不懂事的 那些总经理也是不懂的 我讲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在国外 要当个经理 经理不是我们这种小经理 大的这个布置经理 你一定要有一个征信员 受信员 要做过 Credit Investigation 你这个都不懂的话 Credit就是一个受信 你不懂的话 你将来 因为什么银行最大的 获利能力就是从受信 可是银行亏损最大 也是受信 所以因此受信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查看 我们国内这些 根本没有这种敬业 我非常痛心 其实谈到赵峰案 南国西案 我都不会掩饰我的一个 愤怒跟情绪 我当然知道 要喜怒不行一次 但是如果这种事不生气 我请教我们的观众朋友 台湾人 你敢不生气 57亿 又来9亿 以后还要滑下去 你就继续掏腰包吗 还会继续滑下去 南国西案是召唤的案外案 你看 号称国学大师 他的儿子 是三口主的洗钱关键人 北检跟刑事局已经不断的在约谈了 当然是有相当证据才会约谈 南国西中期日期金流 检不断里寒乱 又有另外一个案 南怀景之指南国西 涉及掏空案 我的美国的朋友 我们这个节目很多美国台湾朋友说 南怀景先生的一世英明 正是被儿子 拖垮而崩盘 我想这一点时间 让这个大律师跟这个 郁珍小姐来做评论说 这两个案正显示 我们媒体的重要性 继续追查 我自己站在公民立场 我控告张照顺董事长 控告南国西先生 我一定做到底 我起而行 我不讲空话 我也不怕 来 请王律师跟郁珍小姐 特别做结论 郭大臣 这个我就这个法律观点 来谈一谈这个招垮案 招垮案 刚才这个王先生也说了 蔡小姐也说了 他不只发什么 三次 不只发三次 说不定将来还要发 为什么到底呢 到底为什么要发 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不服的话 没有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洗钱的 这个协议的话 那为什么不看便 甚至于我们为什么不告 美国政府 乱来嘛 霸权嘛 是吧 那换句话说 你承认 你就有这个 嫌疑了 所以你才被发的 那没有话说嘛 第一次 在2013年 三月份被发了两万块 因为巴拉玛 政府发的 第二次是1.8亿 最近呢 又是所谓这个 又发了 两千九百万 也就是说 这个8.6亿 通通加起来呢 早就算了一下呢 六十五亿 六千万 不得了 这个钱是我们 纳税人的钱 他什么人叫他发的 这个政府一定 要把他追查出来 什么人叫这个 总经理 愿意发的 要追出来 不要说 专郎周雅 尤其这个蔡资产 你居然 管这个 这个繁殖 这个洗钱的 如果说你发现 这个发的是 被弹的发 我们应该要 维护我们 国家的信誉 应该在 美国去提出告诉 如果说你承认 就有这个事情 就正如刚才 蔡赵先生讲的 应该要把神主一发 要追下去 这个总经理 为什么没有经过 董事会的批准 就发了 谁叫你发的 你谁叫你发的 你这个要讲出来 这是第一点 这是对这个赵芬案 对南国西呢 这个案子呢 我真的是觉得很惭愧 这等于我对这个 马一九一样 对这个 他这两个人 都是不孝之子 你像这个南大师 不管在国修呢 在宗教呢 在意义经呢 都是大师啊 那真是大师啊 是了不起的 不管在世界各国啊 都受到尊重 因为他这个不孝儿子 这么一个行为啊 害得他 刚才这个 火大师讲的对 不单在美国的朋友啊 甚至在大陆的朋友 都把这个南国西 这个南怀警啊 这些书记啊 就真是 变成废纸一样了 真的我觉得很难过的 现在这个南国西 我跟你呼吁一下 你应该回头是案啊 要这个回过 要承认啊 你像这个 做这个不孝的事情 要像这个 尤其你那样 说人家误告你 你应该要盗权 要把这个赚来的 不发这个钱啊 应该捐助给这个国家 上一次出庭啊 我讲完以后 南国西回头 这样对我鼓掌 我马上在法庭上 非常严厉的言辞说 蓝先生 这里是法庭啊 这也是台湾的法庭 请不要清掉 我就用这种声音喊了 法庭可以这样鼓掌清掉吗 他就是这种人啊 好 一生小姐 是 我一直在怀疑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主管机关 甚至现在在位置上的这些人 为什么 他们到底承受了什么 什么样的压力 比如说张兆顺 那你是不是因为像徐光熙啊 他是彭怀南的联金 或什么样的一个裙带关系 财经帮的关系 所以你不敢移送 就像蔡庆年 在第一金的这个庆付案里头 已经这么的明显 就是他根本就是一个炸贷 因为呢 拿不出所有银行的征信的资料 完全没有征信资料的贷款 结果呢 你让庆付整个这个 主导的连带案里头 搬了两百多亿去给庆付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顾力熊去了金管会 本来我们期待是说 因为你学法的 所以你对这些违法的行为 你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把他们移送法办 结果你不做 然后让所有的这些 在台湾的金融史上 证券史上 这种班前诈骗的戏码不断的上演 我刚给各位看的是说 南国西 武必配 费南多 其实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关系很好 他们也觉得自己神通广大 所以呢 他可以一片再片 甚至呢 还可以介入 就是后来要拿下 南山人寿没有拿成 被怀疑是中资 可是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背后的资金的庞大的程度如何 所以他继续还在整个 不知道哪个角落继续在犯罪 可是呢 我们的投资人的钱全民买单 我们的行户的钱全民买单 更严重的是什么 更严重的是 他认为说 你们拿我没有办法 那这里头 其实刚刚胡大哥有提到说 我们以前所景仰的大师 那他呢 他到底在这个事件里头 他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呢 第一时间 南国西在登这个广告的时候 然后说我们指控他如何如何 那他就说 家父当时就窒息这些状况 也就是说 其实他的父亲从头到尾 都知道他在干 我刚刚所画在画面上的这些事情 包括 唐国西 包括他的太太何必美 在帮这一家 到NASDAQ挂牌的 假上市真榨财的公司 在行使所谓的假顾问洗钱 他都知道 这些行为他都知道 那既然都知道 那为什么在过去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笔录里面 为什么他没有被绳之以法 他都已经告诉你说 整个所有的这个诈骗案的骗局 他是实际的负责人 他是幕后的淫污者 操控者 在笔录上都这么清楚 可是呢 为什么他就说 在三口主的这个洗钱案里头 我并不是被告 可是呢 你不是被告 但是呢 你收了张钱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竟然就可以被放下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现在整个我们的金融改革 还有我们的证券市场里头 就是因为有像 汇丰电信这样的案子 所以呢 热声 大家最近看到许金龙的哥哥 然后呢 这个去吃高价的这个餐厅 高档餐厅把妹 因为他说 你们拿我没有 无可奈何啊 有本事你把我绳之以法 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事情 像保胜光学 像汇丰电信这样的一个诈骗案 没有被绳之以法 才会有热声案继续发生 我们一定坚持到底 我要向南国熙先生说 我要向张兆顺先生说 尤其是南先生 南外景先生可是不在啦 人在人情在 以前你爸爸在 有总统府的高层会复航 现在台湾可是没有人复航 看不透吗 不知道死我了 黄南兄两分钟 对这两个大案你做一个 感想 那针对这两个案子就是说 我们的法务单位 还有以及我们这个 清简单位 真的是我们这个 一再沉重的呼吁 就是说 针对这个两个案子 要联手共同 我们要打击犯罪 一种是 这种很具体的 洗钱等等的 这种案子 应该是要赶快的 要达到这个立竿建议 不然你没有这个嚇阻效果 对不对 大家说批批啊 老子又怎么样 管爷的你们别又怎么样 对他有可奈何 另外就是这样 金融单位 这个金管会 金融秩序 今天我们最后这个结论 重点就是说 我们的金融秩序里头 有一个特别强 这个就是这个 真心调查 你真心要像我们这个 多少 移动现金有多少 他的资产有多少 他的负债 还有隐藏性的 可能的负债有多少 这个方面是我们 集合追踪的重点 如果能够确实做到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以后 我们公股 行股的一再的犯错 造成待账的死事 我们金管会 行政院 佛务部 千万 千万不要做软卡黑 权力在你手上 就要查臂 媒体当然很重要 我一再引用李普曼这位 美国最伟大的专栏作家的说法 媒体工作者的最高尚任务 是说出真话 使魔鬼无所遁形 我经常在这任节目 引用一句话 叫做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语出一个希腊 古希腊一个不知名的哲学家 现在大家朗朗散口了 我要解到性格真的决定命运 我连续三天要介绍日本的汉学大师 杨明英学大师 安刚正图 今天介绍第二本 就谈命 谈创造命 我就把他的对命运 对命的解读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报告 他说 命志具有绝对的作用 假定有人不随着本人的冲动 而能体会自觉 严格的道德法则生活 就是命之人 人的存在 人的一生就是一种命 生命的本质是 变动不趋 运行不止 就叫做命运 宿命观是不断探索 追求与奋斗 要战战兢兢 孜孜不倦 勇往直前 千万不要头七举巧 要努力精进 谢谢各位